主席各位同仁,請教一下部長 部長,你之前是擔任行政院的秘書長 那因為你剛來沒多久的時間 那我也認為說應該要給你一點時間熟悉一下部會的業務 所以我請教你,你擔任秘書長工作時候的一個狀況 這個李鴻元部長當然是下台 外界傳言很多,那我當然也有第一手的了解 那我請教一下,他到底是什麼原因下台 你總是要告訴我們一個理由吧 那不明不白,越黑風高就把李部長幹掉 沒有任何理由,到現在講個道理都講不清楚 我想對一個民調第一名的內閣部長 這個是相當不尊重 其實這個不應該由我來答,因為這個任用的人是 你不要廢話,你趕快打,問我時間只有五分鐘 不是,這個應該是院長來打,不是我來打 那你是秘書長啊,你來說明啊 他沒有跟我談,我也不知道 所以你也搞不清楚他為什麼下台 不知道,那你告訴我,你覺得這個我們 我覺得你是幕僚長啦 其實我會這樣講 你到現在,到現在啊,這個不明不白下台 到現在連個理由都沒有給人家 我覺得這個是對李部長很大的嚴重的一個侮辱 其實哪一天,我長官要我下台 我也覺得不需要給我理由 都不需要給你理由,就不需要給你理由 馬內閣,馬總統,江內閣在用人就是這樣 不需要任何理由,叫你下台就下台 不聽話就給我下台 不是,哪一天,如果長官要我下台 只要告訴我說業務上的需要調整 你當然人家叫你下台就下台 但是總是要告訴你一個理由嘛,對不對 你總是要跟社會大眾說明 你為什麼換陳薇仁會比換李鴻元好啊 對不對,那為什麼用你呢 為什麼用陳薇仁呢,你告訴我啊 我也不知道他有他的考量 那你也不知道他怎麼用你 都不會跟你講說你用什麼理由 所以下台不知道,上台也不知道 不是,這是長官的 他一定有他的想法嘛 但是這個不是由我來答覆 那問你的時候,你不是說 這個叫你在考慮一段時間嗎 暫時不要決定嗎 對不對,23號就不是要告訴你了嗎 沒錯,他找我去的時候 我是跟他報告 所以還沒公布的時候 23號早就知道說要換李鴻元了嘛 對不對,你跟李鴻元交情也不錯啊 對不對,內閣在共識那麼久 你都不知道江院長 要換李鴻元之前 到底李鴻元哪裡得罪了江院長 你也要告訴李部長啊 你都沒有啊 因為我不知道嘛 你這個做人的道理那麼簡單 你都不清楚 你是幕僚長耶 不是,幕僚長我給你報告 這個地政司法在協商的時候 是你要負責耶 黨政協商你負責耶 出問題的是你耶 對不對 結果下台的是李鴻元 然後你這個我講難聽一點啦 你這個是踩著同志的鮮血前進 沒有啦沒有啦 不是他下來換你啊 我們老朋友 這個地政司法對不對 你要負責黨政協商 第一個 結果你 沒有爭取這個位置 除了問題是李鴻元 要背鍋 那地政司法 是不是他去職的原因 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當然你講過啦 你這個是 在替江院長擦脂抹粉啊 不是嗎 沒有啦沒有啦 對不對 人事權是殘罰的錢嘛 那我時間的問題 那個蕭次長 上來一下 你在旁邊一下 世大運的這個預算 我們這個內政部啊 7月就文給行政院說 這個預算要動支 對不對 去年7月嘛對不對 啊什麼時候行政院文下來說可以動支 大概一兩天很快 很快嘛 那你為什麼內政部錢沒有動支呢 當時因為台北市政府他 那個動支的那個時間還沒到 動支的時間還沒到 他動支的時間是什麼時候 就是他今年3月1號的時候 因為他有動支款 需要這個款項 所以3月1號才到嘛 所以這件事情 有關世大運撥款的事情 李鴻元部長有沒有拖到啊 有沒有拖到時間 這個不配合台北市政府有沒有 我們 你7月5日就去啦 對不對 你叫你的講法 江院長馬上就批啦 對不對 啊3月1號才能夠撥款嘛對不對 所以這件事情是 郝龍斌冤冤枉了李鴻元是不是這樣嘛 冤枉我們內政部是不是這樣 因為我們是看他的進度在撥款 對嘛 所以你講這樣是真相大白嘛 所以李鴻元部長也不是因為 世大運的這個部分啊 那為什麼江院長去跟馬總統打小報告 為什麼郝龍斌去跟馬總統打小報告 你們專門是這樣在打小報告 暗夜砍人了嗎 是這樣嗎 那蕭次長你也沒有講啊 你什麼時候出來說明說 這個是暗月撥款呢 那你不是憲李部長一不易嗎 有 是不是因為你想當部長 沒有沒有這部分部長都很清楚 是不是因為你想當部長 一個也想當部長 沒有啦這部分部長都很清楚 就是說他該撥款的時間 還核定的時間都很清楚 我跟部長也有交情啊 你們這件事情發生 我怎麼會不清楚呢 我就看你們兩個 李鴻元部長就是被你們兩個啊 你們是陷他於不易你知道嗎 冤枉啦冤枉啦 冤枉冤枉 冤枉 他根本沒有不需要黨政協商 他直接送 所以 這個用人喔 這個馬政府用人 像在這個在走馬燈一樣 這樣換來換去 我這目不暇緊你知道嗎 今天我們剛剛李駿宜委員 跟很多委員都在問說 這個政策到底延不延續 我今天我本來也有問 跟李駿宜一模一樣的問題 但是我看了一下 我就覺得說啊 乾脆不要問好了 讓你慢慢先消化吸收啊 你再決定說哪 走哪一條路 是江歸沉水還是里歸沉水 對你比較有利 你在自己做判斷 這個我先也不逼你表態 對不對 因為是這樣啊 上台不知道啊 下台也不知道啊 大家一頭霧水啊 李駿宜還在跟我們溝通 有關國土計畫法啊 那現在國土計畫在哪裡 在行政院嗎 現在在行政院嗎 在行政院在政府委員 陳希順委員在審查當中 對啊 李駿宜抱怨最多的就是這個啊 就是你們行政院的人 在擋他的法案啊 送上去又被踢回來又重改啊 就改來改去啊 你們在處理清淨農場的問題 這個我過去在政府部門 這個怎麼會是一個 簡太郎次長 副秘書長召集一個 所謂的小組在做決策呢 過去民進黨代執政 不管是國土覆育法 國土計畫一定是 習政院黨召集 由專門的政府委員來主持嘛 對不對 你叫一個內政部的次長升盪去當行政院副秘書長 再主持一個國土計畫法 然後要求 當時要求李部長 政策還沒有 清楚之前不應該對話說明 結果 清淨農場行政院 將以後還捅李公元一刀 要求李公元為什麼不清楚說我們不要有政治考量 你們都搞不清楚說 有關國土覆育的這個部分是跨部會 不是財政部 這個經濟部 還有相關地方政府 大家必須把這些有關這個拆遷補償 這個都弄清楚才上路嗎 不是嗎 弄到現在國土計畫還躺在行政院 李部長就下台了 對不對 那國土計畫要不要推 是不是你的 市政的重點 要 啊什麼時候要推 你什麼時候要送到我們立法院 現在就在審查嘛 那我問你你什麼時候可以送到立法院來審查 國土計畫吧 當然要審查的周園以後就會送來 那等你下台都還沒來 李公元上台就開始在講 講到現在 下台的這個法案還躺在行政院 那到底是行政院的問題還是內政部的問題 我們也會努力跟這個 我問你嘛 你給我一個時間嘛 國土計畫什麼時候送到我們立法院來 希望在這個會期 這個會期喔 還要半年 還要半年 這個會期很長嘛 那個 那個 部長這樣啦 我們君子協定啦 我們這個會期 國土計畫 待我們委員會完成審查 好不好 我們當然很希望是這樣 你當然希望 我現在就承諾我會召委 我馬上排啊 你送來馬上排 那我們這個會期完成審查好不好 非常謝謝 好不好啦 你謝謝我有什麼用 當然好啊 好嘛沒有錯嘛 好那我們就 國土計畫在這個會期完成審查 最後啊 這個我要一份資料 好 我們這幾天啊 被你們這個 這個內政部抄都抄死了 你知道嗎 我們在審查你們的這個 這個有關都更條例的修正案 因為涉及到違憲時間 對對對 內政部還有哪一個法案是違憲的 到現在急著要審的 哪一個 移民法 移民法 對 那為什麼今天你草案沒有送來 有 為什麼今天草案沒有送來 有送了嗎 有 移民法的部分 因為它是兩年的時間 所以708號的解釋 所以它的時間是比較寬鬆一點 你沒有做到部長 你就說這個話 你那個時候還是次長 我告訴你 這個不是你夜管的嗎 這是你夜管的嗎 我們都是 全部都是 政府市長 對 政府市長 部長在這裡答應說 開議第一天 內政部的版本要送到立法院來 還沒送來 下禮拜的行政宴會就會通過 就會送過來 現在已經審查通過 你那天審查有在嗎 我們張慶忠都在這裡啊 對不對 當時都講得很清楚 因為你們院在審查很慢 內政部的版本先送到委員會 那我們看部長都答應了 就開議第一天要送來 內政部的版本 我不是在講行政院的版本 對不對 你都忘了啊 部長下台大家都忘了 萬而一干二淨 對不對 那個部長 是 李鴻元部長的承諾 那你算不算數 沒問題 沒問題 好 所以趕快把這個有關的這個 我下方請他們送過來 講好的事情你看這這裡小事 這小事 那你這個部長 這個都沒有交接班 大家都把人權保障都不當一回事 我覺得坦白講我非常失望 另外那個移民署的部分 我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就不再做發言 但是我希望說移民署的這個部分 有關這個大陸違法 這個大陸違法居留的這個部分 應該要嚴加查查 不要不要 不要設一個網站在那邊 這個開什麼玩笑 獎金 零比 我們警政署多 你們抓的這個非法居留 這個績效是比警政署差 然後網站又 又 又這種 隨便這種 男女不分 這個是女的還是男的 陳委員時間到了 這個是女的還是男的 陳委員時間到了 這個女的要把她說是男的 等一下再跟委員說 好不好 把所有的這個這個部分 要把她當一回事 應該要嚴加查查 保障台灣的這個這個 社會治安跟安全 好不好